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这一集来声援 跟我一样都是自媒体人的波兰的YouTuber斯坦 那我是看到斯坦最近遇到一些状况 那因为斯坦在我最早做政治类的影片的时候 斯坦就有给我留言鼓励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是2020年10月大概开始做政治反共相关的影片 那那个时候当然流量一定不高了 那但是在11月的时候 斯坦就给我留了一则留言 大致上就是说很同意你的见解之类的 这样都很鼓励的话 那对我那个时候来讲当然意义很大 那毕竟我那个时候才刚开始做一个频道 那甚至也都不是很确定说 那能不能够长期的做下去 会不会有人来看 会不会有人认同 这个都是不知道的事情 那当时斯坦就已经有很多人关注了 那现在当然斯坦也是比我有影响力的YouTuber 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就是我简直像是一个才 刚入行 根本不清楚能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 这样一个人 那但是那个时候斯坦已经是很明确的 那走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还不错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感谢说 有这样一个前辈 那来看我这么小的一个频道的一则影片 甚至还会说用这种很平等的语气来跟我讲说 那我很赞同你的观点 你说的很棒之类的 那我非常非常感谢 那虽然说我这个人当然不太喜欢跟同样都是自媒体的人互动啊 做直播呀 做采访啊 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的孤僻吧 比较柴啊 比较孤僻啊 所以不参与这种自媒体圈子里的任何活动啊 但是其实那有这样啊 在我刚开始做影片的时候就来鼓励我的自媒体人啊 我心中当然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那这次呢 我也是看到说斯坦遇到这个状况啊 也令我觉得说啊 仅仅说啊 只是说作为同业啊 同行的角度 我觉得也都必要啊 有必要出来说一声啊 觉得蓝颖啊 无论是徐巧心啊 还是一些可能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蓝颖的人 那是立场飘忽不定的人啊 譬如说李正浩啊 那我觉得这些人啊 真的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啊 就把我们这些自己有价值啊 有理念啊 那自发的啊 愿意来表达说喜欢某个候选人啊 或者说是喜欢某个党的立场啊 喜欢民进党的抗共保台啊 喜欢激进党的抗共保台啊 支持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啊 或者支持很多五党级的候选人啊 其实我支持的很多人是五党级的啊 无论是陈伯伟也好啊 林长佐呀 包括那个时候啊 陈伯伟被罢免也好啊 林长佐啊 包括黄杰他们被罢免的时候 我都有专门的发影片 支持他们啊 所以说基本上啊 我想我跟斯坦的立场是比较像的啊 就是凡是抗共保台的 我们都支持啊 只是说因为啊 在台湾抗共保台的最大党是民进党啊 所以自然啊 那我们说的很多话呀 表达的很多意见呢 常常跟民进党是一致的啊 那仅仅因为这样啊 那我们这些人啊 就会被一些人啊 污蔑为是什么绿营的侧翼 那比如说到我这来留言 说我眼睛都是绿的之类啊 那这种啊 只是啊 普通的网友的留言啊 甚至有人可能是啊 中共的五毛或者粉红 这个当然我们都不会计较啊 但是像李正浩呀 徐晓星呀 这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人啊 那在这种政论节目上面啊 明确的来指控啊 我们这些人如果说是网军侧翼的话啊 这个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那无论是出于斯坦啊 他对我个人的这个帮助啊 我对斯坦个人的这个感谢 还是出于说同意的这个立场啊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来做一集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那这个事情啊 那最近的这个最激烈的一个爆发啊 是在关键时刻这个节目上啊 关键时刻这个节目啊 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节目啊 那他仅仅在优管上的啊 这个关注的人啊 那关注啊 关键时刻这个节目的人啊 就有274万 他有274万的粉丝啊 那他的这个节目的点阅率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这一集啊 就是李正浩上的这一集啊 指控说斯坦啊 是网军的这一集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 已经有高达40万的点阅 有高达40万的点阅 更不要说像关键时刻这个节目 它是东森的这个频道的节目嘛 那东森啊 当然他也可以是面向全台湾啊 来做电视上面的播放 那这种流量啊 去覆盖到的人群啊 是更大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节目中啊 那他们啊 是在讨论一个叫做无良公关的一个人啊 这个人我不清楚啊 我也不了解啊 那但是在讨论这个人的时候啊 提到了一个斯坦啊 他组织的啊 邀请的林静怡委员啊 和包括无良公关在内啊 还有一些其他人啊 那斯坦说他们都是啊 这个台派的粉粉专啊 那他就用了这一个直播的屏幕的截图啊 来介绍这个无良公关啊 那如果你只是用这个截图 介绍无良公关这个人啊 我想斯坦他当然也不会计较啊 但问题是李正浩啊 他说说林静怡啊 在竞选的时候跟这些网军啊 跟这些网军互动啊 然后还指出说 你看啊 这个林静怡在这里啊 那还有斯坦啊 无良公关啊 这样就啊 这个这个话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说的啊 那在斯坦发现这个状况之后 斯坦当然要求李正浩道歉啊 那不然就会提告啊 那因为斯坦他当然不是网军啊 那这点我毫无疑问的相信斯坦他不是网军啊 那绝对不是绿营的网军啊 那无论是我对于斯坦个人的啊 这个信任啊 那我也看了一些斯坦的节目啊 我相信他是赤诚的爱台湾啊 那跟绿营啊 拥有一些共通的抗共保台的价值啊 因此才看上去啊 那像是啊 常常的会去表达跟绿营类似的观点 但是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啊 就说斯坦他是收了绿营的钱 就是绿营的网军 这个是极其严重的污蔑 那就好像我说了一些 我的观众赞同喜欢的话 你就说 这些观众都是给了我钱的 这个没有道理啊 我的观众中只有极少数人啊 会给我捐赠 而且捐赠给我的人也不会跟我讲说 你必须要说什么话啊 你不能说什么话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指控 说斯坦他是网军 那当然斯坦他个人他明确的声明说 他跟民进党没有任何的关联 他是更是没有收民进党的一分钱 那就以我个人的经历的话 也没有任何民进党或者是台湾政府的人士啊 给我联络 跟我联络 都不要说给钱 就是说跟我联络 或者说请我说一些话 或者请我不要说一些话 这种事情都根本没有 从未发生过 都不要说我接不接受 我只是说没有任何台湾政府或是民进党的人啊 给我提出任何的要求啊 请求啊 更不要说给我任何钱了 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啊 或者说唯一给我提供收入的啊 除了谷歌优管之外啊 就是我的观众有的时候给我一些捐赠啊 就只是这样啊 那我当然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频道了啊 我到现在啊 那订阅也大概不到五万吧 那但是我相信说大家都是这样啊 那我不相信是我民进党也好 台湾政府也好 会除非说是大家合作做一些节目啊 这个当然我相信是有的 你像蔡英文总统啊 她跟 我记得是跟像一些在台湾的网红 周明轩啊 他们之类的啊 他们有互动啊 那这种当然他们是属于合作啊 去做一些作品出来啊 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啊 我不相信啊 台湾政府啊 或者民进党的党部啊 或者是甚至说是民进党比较 就说台面上的这些人 会去联络这些网络上面的人啊 那要求他们啊 去发表啊 民进党啊 要求发表的一些观点啊 这个情形我相信都是应该是没有的 那至于说有没有说一些单独的个人啊 那做一些说不清楚的一些事情啊 这个我不知道啊 实话讲我也不知道啊 但我只知道我相信说民进党整个党部啊 他们的啊 这些做事的风格和台湾政府做事的风格 不是这个样子啊 不是花钱来买啊 别人说话 那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当然完完全全的相信说斯坦啊 他在这个事情上 他是被污蔑的 被抹黑的 那李正浩啊 他在被斯坦啊 已经委托律师啊 要提告之后 那李正浩呢 还试图狡辩过啊 那我都看到李正浩跟斯坦他之间的 互相啊 这个留言回复的这个情形 那李正浩一开始呢 声称说他只是在说无良公关啊 是网军啊 并没有说到斯坦是网军 那斯坦明确的指出说 那你去看整整个的当时 你就是说你说的这段话啊 那李正浩说 这些网军啊 斯坦无良公关啊 你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啊 李正浩还在啊 想要啊 说这是一个误会啊 这个斯坦你误会了啊 这个是实在是狡辩 那李正浩后来看啊 狡辩不下去啊 那啊 当时斯坦呢 是要求李正浩到关键时刻 这个节目上啊 去做道歉和更正 那李正浩声称说 关键时刻节目啊 不愿意更正 那啊 所以李正浩呢 是在自己的脸书专页上啊 发了道歉的文章 那斯坦呢 他最终也接受了 那其实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对斯坦来说 仍然是很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因为李正浩个人的粉专页 我看了一下啊 只有五万人啊 关注啊 跟我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的关注度 而啊 就像我说的 关键时刻啊 只是说在优管上啊 就已经有啊 二百七十四万人啊 关注啊 那那一则 污蔑抹黑斯坦的影片啊 还有近四十万的点阅啊 那电视频道上面的这个广泛的传播 这个更不用说 那你在这种情形下 你李正浩说 你在啊 自己啊 只有五万人关注的脸书专页上面 做个道歉文 那我觉得当然对于斯坦来说 是很不公平的这样一个解决 那当然斯坦这个人他很大方 他也就接受了 那他接受了 那我也不说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至少关键时刻这个节目 据李正浩本人所说 是拒绝在关键时刻这个节目上 进行更正的 那关键时刻这个节目 是非常非常 这个有过往的 很多糟糕的行为的 这样一个节目 那譬如说最早的时候 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驻日本的 一位外交官苏启成 他因为中共发动的 一个认知作战 中共那声称说 这个台湾驻日本的外交官 办事不利之类 结果呢 这个消息就被 关键时刻这个节目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新闻伸喉咙的一个节目 那这些节目呢 就把这个中共传播的 认知战的假新闻 拿来大肆的传播 那导致这位苏启成 外交官那愤怒 这个很委屈的 这个情形下 一时想不开 那最终是自杀 那可以说是 关键时刻这种节目 它其实是造成了 极其恶劣的 这个后果的 它造成了一条 人命的损失 这样说我觉得不为过 不为过 那包括说去年的时候 当时呢 关键时刻这个节目呢 也还造谣说 台大的这个 医院的副院长 张上纯和他的太太 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 说他们安排 绿营的人士 打这个特权的疫苗 这也是一个污蔑和抹黑 那在 就是说大家舆论沸腾 出来 指出说 这完全是造谣和抹黑之后 那关键时刻都没有更正道歉 只是在节目中 又很快的速度 念了一下台大医院的这个声明 只是念了个声明就结束了 根本就没有更正 也没有道歉 那所以说 李正浩说 关键时刻节目不肯更正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信度的 我相信关键时刻这个节目 他的确是不会因为这个状况 就接受说在自己的节目中更正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如果他会这样做的话 那就不会说在2018年 那以这样造谣的这种形式 逼死了台湾的一位外交官之后 那还持续的在2021年去造谣台大的这个副院长张上纯和他的太太 那这种事情 我相信关键时刻做的很多了 那这就是他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风气 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那尤其是我看到斯坦提到说 不只是李正浩在这个关键时刻节目中 那说斯坦是网军 那连许小新也是会说斯坦是网军之类 那更多的细节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为我其实对这些事情本身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来关注 但是我相信斯坦他的说法 的确像这些蓝颖或者是像李正浩这样立场不明的人士 的确常常的就会去指控像斯坦呀 像就说我们这类人是网军 那虽然说还没有人 就是没有这样非常有名的人来指控我是网军 但是我已经遇到过观众 或者是不明身份的人给我留言 骂我是绿营的侧义了嘛 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亲身经历嘛 所以我相信斯坦他所说的这样的 他被霸凌的 尤其是被蓝颖相关的这些名人霸凌的这个状况 那我当然也要表达说对斯坦的一个声援和支持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 那我会把斯坦的那个影片链接在我的评论区 也请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过去那边去给斯坦多做一些打气 表达一下支持 我也会把这个李正浩上关键时刻的那个节目 链接在评论区里面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说 李正浩是不是确实在这个节目中 指控了造谣了斯坦是网军 我觉得李正浩虽然最终道歉 但在这中间这样狡辩也好 试图去塑造一个说自己是被误解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都不是太好 那包括我看到也有人提到说李正浩这个人 他在绿营的节目中呢 是一套说法 但是到了蓝影 或者像关键时刻这样的节目中 又是另外一套说法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自行评断 李正浩这个人 我这里对李正浩的所有的描述 都是有事实 都是有所本的 那如果大家认为说李正浩 他仍然是一个这个很可靠的人 那大家可以自行 对李正浩他的各种行为做出判断 那包括说像东森新闻 那我看到斯坦也说 东森新闻使用了斯坦的节目的内容 也没有要斯坦的授权 那在这一点上 你像我是 我一直做这些影片 那基本上都是没有遇到过说 没有要授权 就拿走我的影片的这种情形 因为都是绿营的节目 才会来转载我的影片嘛 这个立场都很明确的 那你像民事 就多次的跟我要过我的影片的授权 我都有给民事授权 所以大家应该经常能够在民事的节目 能够看到我的影片的转载 他们都是有跟我要过授权的 那除了像中共的那个环球电视网 曾经没有要过我的授权 就把我的影片恶意的截了一小段 放到共产中国的社群媒体上之外 那我还没有遇到过别的这种知名的媒体 像东森新闻这样的知名的媒体 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可能是因为我还比较小吧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频道很小啊 还没有遇到过斯坦那么多的状况啊 但是哪怕我这个频道很小啊 我也觉得说真的是哦 作为同样都是哦 自媒体人也好啊 那作为斯坦曾经在我刚刚起步的时候 鼓励我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 我很感谢斯坦的这样一个状况来讲啊 我都觉得有必要来专门来做一集啊 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啊 有能力的话啊 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斯坦 那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李正浩也好啊 关键时刻这样的节目也好啊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 那李正浩现在也在选举 那我觉得说有些事情啊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看一看说 譬如说李正浩在蓝影节目 他的说法啊 可能会对李正浩这个人啊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